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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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科动物的灵魂开始运动戴尼斯的虎人之路 他像着魔般想尽办法让自己成为一头猛兽 直入眉毛 垫高鼻梁 眼睛两旁也塞入细胶 让原本的方形脸变成毛科圆脸 牙齿则是特地磨肩变成一对腹牙 接着他将上唇隔开到下耳 整出一张狐嘴 而他的一对手掌同样塞入填窗户 整成狐爪的肉球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还让螺旋不锈钢钉 缠透他的嘴唇盯上脸庞 每天拴上假胡须犹如真正的丛林巨兽 像还有更像 丹尼斯渐渐走火入魔 他一共做了14次整形手术 花费600多万元台币 他还定制了一对隐形眼镜 让自己拥有老虎的绿眼珠 平时衣着有虎斑纹 对他而言还不够 平时上街还要装上这条 自制的电动狐尾巴 我可以走很少或者没有声音 而且丹尼斯不只要外形像老虎 行为习性 他也要模仿 走进餐厅丹尼斯的鬼衣外表已经吓到不少人 当场点快生肉来吃更是骇人听闻 他对老虎的偏执早就超出常人所能想象 但他自己却觉得还不够 这一天丹尼斯打算在额头同样钻钉插上护须 过程要割肉 开孔 凿钉 没有医师愿意为他动刀 他找上一个人体改造艺术师 没有消毒 没有麻醉 直接无法练钢 这场手术不像麻醉药 丹尼斯痛到说不出话 满脸鲜血 但他知道 忍受痛不欲生的皮肉之苦 才能成就这条苦人之路 伤口还没预阁 丹尼斯已经迫不及待在额头插上骨须 脸上露出漫溢表情 我感觉很好 他们实际上的工作 我可以感觉他们 我可以走过去 如果暗地 确定我会不及待在额头 他们实际上的效果 他们实际上的效果 手术成功 丹尼斯的外形又更接近老虎一步 有专家认为 丹尼斯已经罹患了 罕见的虚体变形障碍症 才会不断摧残自己的身体 而在现实生活中 能认同丹尼斯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他没结过婚 朋友不多 唯一陪伴他的是 家中的三只猫 2012年11月5号 警方发现丹尼斯在家中轻盛 孤独地离开人世 外界揣测他无法融入社会 而决定走上绝路 但真正的死因 遗书警方并未公布 一代虎人之死 留给世人无限猜想 征服圣母风 是全球登山客 至高的梦想 多年来许多探险家 在喜马拉雅群峰 不断创下历史记录 但不为人之事 成就这些荣耀的 其实是雪巴人 雪巴人世代居住在高海拔地区 身手矫健 体能好 心肺功能极强 因此成为登顶的绝佳祥岛 但也就是因此 历年死在喜马拉雅山岸的 为数不少 也是雪巴人 攀上世界之巅 登山客 兴奋感动 一眼表 喜马拉雅群山绵延 空气稀薄 风顶气温 常年低于零下40度 是全球登山家 誓言征服的圣山 不为人知的是 登顶光环背后 有一群神秘英雄 以生命成就的翔 2015年5月 一支欧洲登山队前来攻点 目标是海拔 8848公尺的珠穆朗马峰 又名圣母风 一行人浩浩荡荡 望旗平静 就在8000公尺处 突然发生意外 5到5秒50层有高的雪墙 扑天盖地而来 冰雪将它们顺着盘势 雪霸人救难队赶到时 有人已经血盲 更有人多处骨折 奸奸不息 就在这时 还传出有印度登山客 受困海拔7400米的 陰鞘上 那是喜马拉雅山 众人文之色变的 死亡地带 死亡地带位于珠峰下方 地势陡峭 气候诡谀 是登丁前的必经之路 多年来已经夺走 无数性命 6名雪霸人获爆后 紧急出发 徒步走了16个钟头 终于来到死亡地带 但是暗夜的基地 要搜寻落难者 谈何容易 队员只能靠着 有些光源 期盼天降其击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远处传来 微弱地收音机声响 队员为之振奋 快步走向声音处 队员找了 在那边 听到电话 她能够站在那边 队员登山客 希特纳被发现时 一时五轻 全身抽搐 她性命垂危 雪霸救难队 协助她登上直升机 减灰消灭 鬼门关前走一遭 希特纳气弱油丝 双颊洞窗 她不敢相信 还能活着回来 八天在雪 我和我 他把我照顾了 你说 你怀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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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废害了 他说我过来 你怀疗吗 你怀疗吗 他我线心疯吗 他就意习着奖 你怀疗吗 你怀疗吗 他是隆夺鸡 鱼博雪巴人 长居喜马拉雅群山 是登山客行道 因为世代居住高海拔地区 雪巴人的行费功能异于常人 他们能完全不带氧气罩 攀登顶峰 游刃有余 这一天隆夺鸡接获任务 要带领一群瑞士登山客 以两个月的时间 从海拔5340米 攀登到6400米注点 接着进入第三关7900米 然后攻上世界顶峰 顺风 临行前 隆夺鸡和家人相拥道别 过去不少雪巴人 在登顶过程中临难身亡 隆夺鸡也生怕这一别 会是最后永别 手握金轮 奔向祷告 出发前雪巴长岛区画起 彩金凡 祈求神明庇佑 随后正装出发 加上桥梯穿越冰隙 翻过冰壳 取步维艰 过程中只要稍有闪失 随时会墜落万丈深渊 浩瀚田山 白雪茫茫 他们代理登山客一步一驱 雪地中强风阵阵 寸步难行 登山客脚步越来越沉重 途中队伍意外发现无名尸骨 就散落在路旁 气氛忽然变得一场很重 历经一个多月的攀爬 团队终于进入 太拔7400米的营地 来自瑞士的登山客 强尼 自信满满 无论雪巴人怎么劝 他就是不愿背上氧气筒 他并不知道 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陆夜后雪巴翔岛在帐篷 举行助导仪式 因为隔天凌晨就要攻顶 凌晨三点多 团队动手出发 顺便穿越 但紧接着 他们必须在早上十点前 趁着气流稳定登上盛风 但这时没带氧气罩的强尼 开始出现高山症 强尼低着头喘不过气 意识模糊出现半月 他拖着疲惫的群体 一步一步换回向前 最后在雪巴翔岛的带领下 这群瑞士的登山客 终于站上世界之间 但就在众人陶醉之际 离患高山症的墙尼 却因严重室温及脱水 下山过程中 霹雳透枝 倒落入边 强尼魂断圣母峰 他的遗体由雪巴人 护送下山 朝圣的代价 竟是生命的余落 圣母峰每年吸引六百多名登山好手 前来征服圆梦 但极低的诡决气候和雪木灾难 从1924年到2016年 已经有260人葬身于此 当中有三分之一是雪巴人 登山客不断突破自我 创下世界纪录 殊不知背后把探险家推向荣耀了 其实是这些 为此被提及的无名英雄 日本东京秋月园 近几年出现不少 罗莉塔女学生 发传单拉克 她们被称为占卜少女 但占卜算命并不是真正奴隶 客人最后要的还是幸福物 其实这样的现象遍及全球 一名美国顶尖学府 杜克大学法律系高材生 也宽衣解带当了AV女优 已经开始有社会学家探讨 全球性产业慢慢走向年轻化 华登村上东京秋月园街头 开始出现神传校服的女学生 一个个青色礼堂 发着传单 这是近几年秋月园 熊熊的算命少女 传单上内容包括 占卜 按摩 聊天和散步 女孩们挂着笑脸 身旁情绪有人监视 记者拍摄过程中突然有个男人出现阻挡 禁止拍摄学生妹 原因是什么 记者打算跟着传单地址 招商这一家叫做 Tunebox俱乐部一探究竟 一进门里面都是 罗里塔高中女孩 女孩开始上台歌舞 还向男子双眼失望 无趣结束奉上小费 可以进一步面对面结束 算命少女到底葫芦里买什么样 记者进一步进入一个 张贴挑逗图片的小店 陈地址 帮助 衣线上小贴 折换 好 这是 谢谢 女学生的性产业软相不止在东京泛滥 近几年全球各地都有类似现象 她 珍妮丽安 清纯美貌 玲珑有志 2014年美国AB女优界精心奖得主 珍妮丽安只是成千上万女学生进入成人产业中的一个 但身份极为特殊 她是美国前十大顶尖名校杜克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 男员北斥的两种身份一曝光全球哗然 大腿上布满一道道疤痕和清秀容貌 靓丽安的内心世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太平常之后就是我的真正性 别评�我 完全没有想像他有适宝 我能表现一下我做了一种 Hulk 我相信他没有再重ね 量不她这么做 citron 莉莉安出生自美国德克萨斯州 从小在蓝领家庭长大 贫困让她生智 唯有苦读上名校 人生才能翻转 2014年她如愿考进路克大学 但随之而来将近180万的高额学费 却让她悄悄引燃一个面头 莉莉安决定自雄出入 她想要快速简单赚到学费 某一天她鼓起勇气 把履历寄到情色网站 录取之后以夸名贝儿 开启了她难以回头的桃色人生 那晚我只是在看我的电话 等待有人来打电话 莉莉安的担心成了最残忍的现实 班上的男同学 发现她的性爱影片 爆炸性的流言蜚语 弥漫在校园各个角落 随着媒体的渲染报道 她成为重视之地 会到人士大肆抨击 甚至遭到同窗好友谩骂唾弃 我心里疯了 我开始哭 我记得想起来 我才会完蛋 我永远再去中午 就在消息传开之后 莉莉安一样成为新闻名人 各大电视台争相邀请她上节目 她就像剧行一般 成了美光人追逐的焦点 这位高学历AV女优迅速成为媒体宠儿 她总是拖着疲惫的身心 回到夏塔饭店 床上满是赚来的钞票小费 莉莉安不再为学费所苦 但她却离校园生活越来越远 2015年 莉莉安终于离开杜克校园 她选择辍学 全新投入成人产业 当年 那一个立志成为律师的美少女 为了赚学费 陷入染缸 进而成人 她能不能重新在一起 偏食症是一种精神疾病 英国一名女子 长达三十年只吃马铃薯 她只要看到或闻到其他食物 立刻恶心呕吐 因为营养失衡 她体型越来越胖 直到有一天 她忽然开窍了 一起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热乎乎的松软马铃薯 淋上金黄浓郁芝 经典美味让人难以抗拒 但你能想象吗 居然有人明天单餐 只吃芝士马铃薯 而且吃了三十年 她是凯莉 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 就是克马铃薯 从早到晚三餐加宵夜 嘴里塞得心里想的都是马铃薯 我的妈妈告诉他们 我不喜欢羊和鸡 他们让我吃它 然后我放在桌子上 从那时候 我的体育体都充分了 芝士和芝士 凯莉从小甜美可爱 四岁那年 她被强迫吃了火腿和美乃滋 狂吐之后 饮食开关从此关闭 除了马铃薯 其他食物 别说是吃 只要看到 闻到或摸到 都会恶心反胃 结婚七年 她从不曾和老公派翠克 一起用餐 夫妻俩总是抱头痛哭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连一起吃饭都做不到 更严重的是 超高热量加上营养不均衡 婚后不到七年 凯莉已经爆肥超过七十公斤 这一天 派翠克求助营养师和心理医师 希望心爱的枕边人 能够找回正常饮食习惯 但偏偏才第一步抽血检查 就让凯莉大受打击 健检指数满江红 高血脂 高血压 眼看糖尿病也要早上升 专家警告 再这样下去 日子不多了 每一碗汤汁 都像浸泥 堆成像小山的马铃薯 全倒在地上 再加上这几袋黄金起司 心理医师跟凯莉正面对决 让她看看 这是她遗迹四个月内 从嘴巴送入身体的所有食物 同时也是扼杀她健康的致命凶手 凯莉 什么想要说 这些鲜鲜鲜鲜 我看她在哪里 很严重 这些痛苦 但它是必须 所以她真的来到实现 凯莉 但即使再怎么努力 凯莉依旧无法吞下其他食物 后来心理医师 打算透过恐怖箱游戏 要让她跟健康食物 来个第一步亲密接触 有箱子 而且它很奇怪 你知道什么吗 葱花 光是触觉 就让凯莉一阵作偶 下一关 营养师将食物用饼皮卷起来 令人振奋的是 美生菜竟然顺利吃下肚 最后一关是当年造成她 抗拒所有食物的大魔王火腿 那一部分是很难的 好吗 但人们想保护它 你只是吃了什么 你不喜欢 可能会不会再喜欢 但最重要的事是 你尝试它 从一口一口到一道一道 靠着丈夫的爱和专家协助 凯莉从蔬菜火腿一直到沙拉 通通能够吞下肚 而和丈夫晚了七年的浪漫午餐约会 这天他们终于做到了 医师发现凯莉罹患的是天使症 这种病通常只发生在幼年 导因于心理因素 凯莉直到中年才一步一步打开心房 重新尝试健康食物 也重新修补她 冰临风解的婚姻 许多人被失眠困扰 但英国就才三岁的女娃 怎么也有失眠问题 她长达九百天 无法闭上眼睛 好好睡一觉 后来加上监视器观察发现 这个女娃总在半夜 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一手画脚 她到底怎么了 经发并眼旁嘟嘟的小脸蛋 三岁半的杰西卡 模样 陶西 可爱 妈妈 我需要把你玩 白天的杰西卡 天真无邪 活泼开朗 看似在正常不过的小女娃 一到夜晚晚如邪灵陌生 完全不睡觉 在妈妈身旁不断发出 诡异声响 暗黑房内 杰西卡不是和妈妈一同沉睡梦香 而是坐在床上摇头晃脑 有时哀鸣 有时大笑 架设的蜜鹿镜头发现 杰西卡时而闭眼 时而面目猙獰 甚至对着空气 与手画脚 就像在看看不见的对象 竟然沟通 从十个月大开始 杰西卡就从没合眼 她从没好好睡过一觉 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 任凭杰西卡在九百多个夜晚 手无足道 同年龄正常孩子的睡眠量 是杰西卡睡眠时间的两倍 这一天医师提出严重警告 或在不睡觉 除了体力耗时 身心发展 也会出现重大缺陷 孩子到底怎么了 一家人陷入焦虑无助 妈妈带着杰西卡来到伦敦 寻求医生协助 杰西卡是做很难的事 她看起来 她一定是在吃 可不可以告诉我 当你玩的 在晚上 看起来 你像是在吃什么 你吃什么 在晚上 什么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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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你玩的 你玩的 跟朋友们 一席话让医生瞠目结舌 决定让他戴上精密监测仪 24小时监控身体变化 分析睡眠及脑波状况 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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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西卡成为医生重点观察对象 心急如焚的爸爸也从军队告假回家 决心和太太一起面对困境 一个月后 医生下令简西卡必须住进医院 满脸惊恐 哭泣求救 冰冷的仪器贴满他的脸庞和脑部 医护人员却从数据找到真正原因 原来简西卡长达三年 夜不沉眠 无法闭眼 是因为颈椎挤压到后脑神经 造成空间迷乱现象 全线一决 让孩童脑部创造3D诠释环境 出现许多看不见的朋友 这是为何杰西卡总在夜晚 与不知名对象会对话 后来经过药治疗 那些看不见的朋友 再也没有出现 杰西卡终于可以安然入眠 沉睡梦想 中国许多一线城市开始出现女保镖 中国最传奇的女保镖编梅 不但有眉叶容貌 身形脚好 更精通各种武处 是中国国安局贴身侍卫的第一把脚椅 最让人惊奇的是 它还是选美加厉 另外还有带您看 一对诡异的双胞胎 他们全身上下一模一样 能骗过人脸辨识系统 还共同交同一个男朋友 孪生姐妹的私密生活 惊奇曝光 我们稍后回到云端密档